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奥利给。 今天我们来分享富人思维的系列专题,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有教的知识。 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很难变成有钱吗?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我们身边大多数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啊,因为会出场自己赚钱的滋味。 对,一个不经意就会把钱花光,用在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上。 如果你也想要在二十几岁,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合适的管理钱财是第一要决,今天四为之父,就给大家整理了富人决不会买。 穷人却一直在消费的八种东西,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理财和财务教育的内容。 如果你对于这方面内容有兴趣,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哦,耐心听我讲完,很有可能改变你对财富的认知。 其实通过买彩票中奖的几率真的很低,别说中头奖,光是中奖的几率就好像大海捞针。 根据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啊,在美国的威力彩中奖几率是三万分之一。 你有看过在排队买彩票的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富人吗? 即使被幸运女神选中,因为缺乏管理钱财的能力和知识,很快就会打回原形。 所以啊,靠着彩票中奖,一步登天,成为有钱人的梦想实在太难实现了。 不仅彩票,其实赌博也一样。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个可能变成,有钱人的可能。 殊不知赌博和买彩票一样,是会让人变成越来越穷的原因。 人们总说小赌遗情,可是人性中的贪婪和不服输,是会让我们一步一步被诱惑的。 捕获金额也会从区区的几块钱,到上百上千。 最终输掉了你的积蓄和你的社会金融。 甚至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生活在大城市。 汽车似乎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 不过汽车是一件消耗品,经济实力不好的。 最好不要盲目购买汽车,所谓买车容易,养车难。 昂贵的车子往往成为我们的债务。 爸爸穷爸爸的现行图表告诉我们啊, 任何不能产出现金收入的东西,都可能是你的负债。 很多人在购买汽车的同时,忘记计算的汽车保养等费用。 像是每5000公里的保养费,保险费,杂费,维修费。 甚至是贬值费,每个月辛苦赚回来的金钱。 都要拿去养车子,成为你每个月有去无回的支出。 所以在拥有丰厚的收入之前,名车可能是会拖累你财务表现的。 花费,最新的,iPhone PS5,是否又上市了呢? 看住身边的朋友都换了新手机,再看看自己手里拿着的旧电话。 是不是心动也想要带回家了呢? 回到家里,你不妨环顾一下自己的四周。 看看买回来的各种东西,你会发现,很多家居和电子产品根本不怎么用。 想要买新手机之前,也认真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换一部手机? 还是只是看到朋友的欢乐,自己也想换而已。 曾经以为经常会使用的电子产品,几乎没有发挥到作用。 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冲动消费的结果。 因此呢,树立合理的消费观,首先是避免冲动消费。 每个周末看住朋友们都出去喝酒蹦迪。 为了维持朋友圈,是不是也想要心动出去花费? 或者经常参加一些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呢? 有些生活娱乐,可能会让你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 但却不让人成长,学习在你没钱的时候。 不要把金钱浪费在过多的吃喝玩乐上。 比如经常固定上酒吧喝酒,经常和朋友到餐厅大吃大喝。 这不但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与其把钱用在吃喝玩乐上为之友情上。 不如尝试认识一些积极上进的朋友,一起多花点时间增值自己,为自己创造价值。 大部分成功人士,一天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学习。 参加讲座收看有关财商的频道,就能够做到每天都在进步。 你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乏味,但是挥别无意义的娱乐活动,也可以省下许多支出和时间,来充实自己。 网购明明是为了省钱,结果却越买越多越买越穷。 最近这几年,网购逐渐成为了大家的爱好。 打开手机随时随地可以逛街,市面上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 人们更容易卸下心房,不停购买这些廉价商品。 不过这些商品一般上并不耐用。 没有用两下子就损坏了,使用期只维持在几个月。 与其购买廉价又不耐用的商品。 不如选择购买价格较为合理,又耐用的商品。 使用期可以维持在几年,更不用担心。 会出现需要不停维修的问题,如购买一台价格合理。 有品牌有品质保证的打果汁机。 总比购买价格便宜打果汁机来得划算。 说不定可以用上超过十年了。 我们网上购物的初衷明明是为了省钱和省时间。 但是往往我们是因为一时冲动才消费。 导致自己消费越来越多,一发不可收拾。 网购并不是错的,毕竟人活着不该只是为了工作。 偶尔享受宠一宠自己才是生活。 但切记,不要让网购或大促销骗走了你的钱包。 学会理财消费才是王道。 女生喜欢的香奈儿艾玛士,男生喜欢的宾士宝马奥迪。 想要体现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我是有钱人,我们通过购买和拥有奢侈品来提升自己。 目的是讨好自己,让自己更喜欢自己。 心理学告诉我们,当我们对自己不满意, 需要进行自我提升的时刻,会说服自己购买奢侈品。 这是最快的途径,如果盲目追求奢侈品,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穷,甚至陷入越买越上瘾的陷阱。 最后只会负债,购买奢侈品,那些当即促销, 或者是流行的包包、鞋子、手机等等。 有时候会让人难以自拔,追求购买超出能力范围的商品。 如同预知未来的金钱,早买早享受的观念, 可能会让你付出更大的财务代价。 你是否了解,过炉的热量和极低的营养价值食品, 会引发肥胖迟钝,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比如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不但价格贵, 而且糖分也很高。 喝多了只会影响身体健康。 不如把钱省下来,选择正确的天然食物, 来维持更加健康的神经状态。 平时呢,平时多注意健康饮食,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才能够确保我们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并有能力赚取更多的金钱, 打开自己的手机, 看看订阅了多少付费服务。 Netflix Shopify还是YouTube, 有没有花了一笔钱, 但只上了好几堂的培训课。 有没有为了花掉优惠券, 去购买不需要的产, 品货者服务, 进的商家, 常常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会员包月, 包年服务的套餐。 但不少消费者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会掉进被自动虚悦的消费陷阱。 其实很多时候, 你用了一整年时间, 都无法使用完这些优惠, 导致白白浪费了不少钱。 所以要定时检查每个月的开支流量, 避免被自动续月。 以上这些习惯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只有开销, 并没有帮助我们带来正向的现金流。 成功人士一般善于储蓄投资, 想办法为自己不断增加财富, 也不断自我学习和增值, 能善于储蓄, 将薪税存下来, 转化为资产或者是其他投资, 进而产出稳定的现金流, 以支付他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成为一个没有负债的支出。 这就是为什么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的原因。 无论如何, 对于富人来说, 花钱的前提是, 思考住是否对自己长期真的有意义, 导致他们越来越富有, 因此要摆脱贫穷就要克制自己的消费, 自然的理财才能够事半功倍。 以上就是思维之父今天的节目内容,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让你兑钱, 多了一项, 启发想要一起学习富人思维, 欢迎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按赞和订阅, 是让我们继续做下去, 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祝你早日达到你的财务目标。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你的观看。 影片最后, 祝福各位亲友,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割韭菜割到80岁之后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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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